又要出发了 今天我们准备去看一下 这个尼克亚半岛的农场 感受一下这边的海岛的风情 到底是一个什么样子的 Let's go 这边是一个厉害的 现在我们已经转向了18号公路 这个18号公路是奔尼科亚半岛的专用的公路 从18号公路到尼科亚 它要经过一个海湾 那里听说有一座大桥 海湾的大桥是台湾原建的 我们一会经过的时候看一下咯 这边感觉到人口少一些 到处的景象比较原始一点 这个也是我所要的 就是这个大桥 对是这么一个桥 远处看它是西拉岗所 其实它就是海湾的一个入海的这么一个河 算是入海口这么一个地方 所以这个桥也不会特别大 左边就是海 右边就是河 这个主桥的这个地方就这几个西拉岗所 为什么在这儿呢 那边是引桥 这边是破水 刚过了大桥之后啊 我们现在已经进入了哥斯达利加的尼科亚半岛 这个半岛它是世界级的叫蓝色地带 如果有些朋友还不知道蓝色地带是什么意思 那你就查一下 这个半岛感觉到很安静 很整洁 也到处没有这么乱 这么规整 是吧 你看这花多漂亮 现在海拔是接近800米 这是尼科亚半岛的接近于最高点 外面已经非常的凉爽 现在 这是我的中介康宁 非常棒的一个德国人 德国人 非常棒的一个德国人 Some are bigger, some are smaller, so about 400, like lemon, orange, mandarin, different. Okay. 原来啊,这些就是它的经济林, 开了,它这个就是它的经济林, 也就是说,它就是弄这些这个橘子柠檬 去卖 这是柠檬 柠檬 柠檬,你知道吗? 柠檬 柠檬是柠檬 柠檬 哦,类似于牧树的 是柠檬 OK,牧树 这个底下 咖啡 哦,小咖啡 它是更新的,小的咖啡树 它这个就是种了很多啊 这些是一种好处的地方 对 这些很好的地方 这是一个可以找到房子 是 建造了房子 建造了房子 是一种好处的地方 是一种好处的地方 7公斤 这个地方又能做一个 从前 这个地方总共是7.5英亩 大概有 他刚才说多少上千颗的 四百颗 四百颗 其中有三百颗大的一百颗小的 这个成了 这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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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下面 士子之间大 哦,可以看温温景 哦,OK and there is sunset ocean view Sun goes into the ocean Sunset? Sunset in the ocean 上面是一個建築品牌 這塊地是兩個方面 那邊是清理完的 就準備要蓋房子了 這邊還是各種果樹啊 林子啊 還有一些東西沒有清理 對,因為這邊樹也是別的地方 對 它這邊已經沒有 果樹沒有在打理了 很多 再往前走 還有一片原始的林子 我們剛才發現了猴子 這是一個可以觀察這個生物多樣性的 這麼一個地方 這麼一個地方 對 旁邊還有一條小溪 這裡面有一個超級大的樹 對 這個樹很大了 大概得有五六個人能摟抱過來 這棵樹是在這個塊地裡面的財產 上面聽著好多猴子在叫 上面聽著好多猴子在叫 猴子 這麼多 這個地方海拔700米 這是第三塊地 這是第三塊地 它給你體現的不是在第一個塊 你看 你去嗎 這修路 就是一個非常龐大的工廠 這個地方可以看到海灣的景色 這個地方可以看到海灣的景色 這幾棵老樹都兩百多年了 我們去看這邊有泉水 這是一個四季泉 四季都有水 下面有一個小水塘 就是餵牛用的 它又有泉水 然後又有建造坊物的場所 又有放牧的場所 它又有幾十一 我想要看見,對嗎 因為這個地方是另一個地方 但是它沒有看見 沒有看見 它是好平和平和 在我们跟随康尼考察了三个农场之后呢 我们前去塔玛琳多这个海滩 这是格斯达里加比较著名的海滩 我们来体验一下 看看这边是一个什么状况 是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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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在上次考察完了之后 对其中的一个牧场深深的喜爱 一直不能放下 所以就隔了几天的时间 我又驱车三个多小时 重新进入了尼克亚半岛 去到达了这个牧场 然后对这个地方进行全面的细致的考察 其实最主要的是 我想看一看它的整个森林的覆盖的状况 还有它森林的未来的时候可使用的可能性 这个地方就是泉水泉水下来的这个位置 这什么东西啊 就感觉到还挺硬的 对 好硬 接着这什么果实 磕头摘一下 不要摘 这是个柠檬树 我摘一个是 啊 你在它干嘛呢 我看我是不是牛 牛或者是橙子 又像橙子吗 你看这像橙子不太像牛吗 不是牛吗 不是像橙子 橙子 橘子 橙子 我怎么看你 哦 剥开了之后像橘子似的 你尝尝这个味道怎么样 那可好啊 你弄得坏 怎么样 太酸 这个草太深了 打草惊失 就是这个意思 对 邻居这有一个牛棚 我去看一下 啊 今天不是晴天吗 你看那边海湾的 看到了吧 很清醒 对 就是这个地方的景色也非常漂亮 这是它的牛棚 这是它的牛棚 你别过来了 我去看一眼 这是两家的交界 像有牛 有牛 这是隔壁邻居的房子 是一个八角 非常大的 非常大 怎么样 就是这一片 这一片的树 把它留下来了 形成了一个像足球场那么大的一个包围圈 现在就是这个最高点 有十几棵古树 这个非常喜欢人啊 但是觉得好像这两棵活得不太好啊 啊 老树 老树 老死了 这几棵古树非常棒 它不光是遮阴的问题 它其实在整个山上 它起到了一个平衡的作用 看 其实这个地方就是最高点 你看到了吧 你整个的其实你的这个主要的景观的地方是在这里 然后这边也有 这边有主要是被树给打上了 什么搞不了 这边是一个景观的点 这个是最远的了 你会不会迷路 说是从那哪里可以下去 你现在够强能够找得到路 你现在够强能够找得到路 这是一种什么植物 搞不太清啊 但是这花好像被什么吃了吗 松树 这边我已经下到林子里面来了 感觉到还没这么密 挺稀疏的 只是没有整理 它是一个原生林 有很多这种藤蔓 好像这种藤类的东西爬得很厉害 然后 好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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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边 好 好 好 这就是一个牧场 这就是原来的一个牧场 这就是原来的牧场 这就是涉水路段 因为经常会有这种地方 这就越野叉 我不能买两台 水也很清 考察完毕 我决定去最近的太平洋的沿岸去看一下 过去是没有问题的 肯定没问题 这是什么问题 没有问题 走 你被进水了 不会 太小桥的车了 简直是 这就是原始海滩 没有被旅游开发的这个地方 太久了 嗯 像左转 这还有一什么房车 搞不好就是咱们认识的 哇 那把车开得那么厉害 咱们开到那里 哇 这个还太漂亮 这个大爷子那里就是死人的了 那肯定是的 也对 这海滩漂亮吗 好好 真大 一望无际的海滩没有人啊 没有人 看吧 箱子们怎么着 怎么任性怎么来 好 空 还有闪子了 好 好 我以为你做什么样子 OK 好帅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作曲 李宗盛